大家好,欢迎来到末世福尔泰艺术名作解析系列节目 这部影片要跟大家解析的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达文西最后的晚餐 如果你愿意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的话 请帮忙按赞点阅分享,谢谢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达文西最后的晚餐这幅画 这是一幅名符其实的世界名画 近年来因为大众文化的缘故 所以很多人都说这里面充满着密码 不过如果我们要问这幅画为什么是世界名画 我们要知道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重大的艺术课题 也就是说从古到今画这个课题的人 没有上千位也有上百位 所以这幅画是其中的佼佼者或者说是代表的作 是最了不起的作品 是由他的原因 那你说他可能画得特别好看 达文西的绘画技巧当然是没问题的 这个不用说 他的绘画技巧高超在当时就已经是国际文明的大师 不过只是说画的美丽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有名 因为第一在西洋艺术史上能画得美的艺术家其实也不少 第二其实这幅画画好不久 他就遭遇了一些乖喘的命运 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剥落的状态 就是毁损蛮严重的 所以其实这幅画之所以是世界名画 主要是在于他的构图 以及这个构图呈现出来的理念 也就是创作理念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旨就是跟大家分析 达文西这个创作理念 以他这整个构图的布置 有什么高明之处 那一开始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幅画的简史 它的创作背景 这幅画的创作大约是在15世纪末 也就是1495年到1498年左右 当时达文西大概40多岁 那委托他创作这幅画的呢 是当时的米兰公爵 Lutovico Sforza 那Sforza家族就是有名的意大利家族 长期控制着米兰 当时呢这是一个修道院 奉献给圣母的修道院 这个米兰公爵委托达文西 会制食堂 也就是餐厅的壁画 在餐厅的墙壁上画最后的晚餐 这很应景嘛 就如果你在那边吃饭 就觉得与耶稣共进最后的晚餐 这好像自己胜利其境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这是一种信仰的反省或挑战 那达文西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这是一幅壁画 但是达文西创作他所用的颜料 或创作方式接近于油画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壁画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颜料可能会剥落 所以当时绘画的技术 就是在上面会涂一层 类似灰泥石膏 湿湿的 然后再把油 再把颜料画在上面 等到这个灰泥干掉的时候 颜料就会很深的被吃到墙壁里面去 所以这种绘画方式就是很赶 因为那个水泥干得很快 可能一天之内就会干 所以你一次只能画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画 这种绘画方式是很辛苦的 像是米开朗基罗画创世纪 或这个最后的审判 他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画 画了好几年 所以他自己说画这幅画 把他自己身体都画坏了 那达文西这个人 似乎不像是米开朗基罗 那么愿意做苦工 他用了一种类似油画颜料的东西 那某种程度是他自己的发明 来画这幅画 结果呢 这幅画从画成开始 人们就已经发现 不妙 它慢慢剥落了 所以这几百年来 这幅画就一直处在一种剥落 然后有人去修复 剥落又修复的状态 不仅如此 后来呢 在这个大概17世纪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修道院在想什么 他们想要开一个新的门 结果呢 你在这个图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把耶稣脚的这个部分 开了一个门 所以这个耶稣的脚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不是特殊设计 这是脚不见了 这不知道修道院的人 到底是在想什么啦 这个一个门 又比耶稣的脚更重要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怎么画 我们已经不得知了 当然 这也不是这幅画的重点 所以 也不能说有很严重的习牲 只能说 这些修道院的人 不试货啊 不懂得珍惜 人类的瑰宝 那由于这个地方的条件 湿气等等 环境不利 所以其实 曾经有人想要把这幅壁画 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在科技上其实可以的 因为是壁画嘛 你就把墙壁切割成好几个部分 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专家 他是一个专门 替壁画搬家的专家 他想要来移动这个画 结果他实际上开始施工以后 他发现糟糕 糟糕在哪里呢 就是 原来这不是壁画 原来 打完去画这个东西 像在画油画一样 所以他一动工 结果那些颜料纷纷剥落 搞得他很 就很狼狈 然后很努力的 把这些掉落的颜料 这种胶水慢慢黏回去 所以看起来是移动不了了 这幅画到今天 都一直在原来的地方 那接下来苦的就是 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盟军反攻 轰炸意大利 结果这做修道院 也被轰得体无完肤 很奇怪 就是这个食堂也被轰了 你在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墙壁都已经垮了 刚刚好 画壁画的那个墙壁 也就是上面 看起来有保护措施 没被炸到 所以他没有损毁 其实也不是那个保护措施的功劳 而是命运 就很奇怪 炸弹就没有炸到他 这真的是奇怪的 上天的安排 那这幅画状态一直都很不好 你看看这幅图片 这个是1970年代的时候 这幅画的状态 剥落得非常严重 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要彻底的修复它 这个修复的过程 大概花了20年 修复完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 看起来好像漂亮多了 但是这个修复过程 跟修复的结果 也是争议颇大 就是修复文物 到底要修复到什么地步 例如说这个是原本 就剥落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已经 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你到底要不要去补它 你当然是要修 但是修到什么地步呢 有很多人就觉得 这已经丧失了原本画 有一些该有的部分 已经不见了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 这幅画还是在原地 那如果你辛辛苦苦 跑到那边去看 因为看的人太多 所以规定一个人 可能只能看10到15分钟 好了 现在要进入正题 就是达文西最后的晚餐 为什么是世界名画呢 我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析 第一个是神秘的空间 就是达文西所设计的这个空间 第二个就是主角 主角是耶稣嘛 关于耶稣的设计的问题 如何呈现耶稣的神性 以及人性 第三个 最后的晚餐 那当然就有12个门徒 这个门徒听到耶稣预告 有人要出卖他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心思 那要怎么样呈现 这么多人的心绪 而这是一个信仰的挑战 那这是一个人性呈现的问题 最后当然是犹大 因为犹大是告密耶稣的这个罪人 犹大在这里面 是什么样的角色 位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所呈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罪人 或者是人的原罪的问题 最后的晚餐在基督教里面 一意重大 它也是基督教艺术的重要课题 基督教艺术呢 当然有很多课题 其中最难 我的意思是概念上最难 的课题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个是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 为什么难 最简单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最后的审判 是什么样子 它是一个纯粹 你可以说是想象的 或者它是一个把抽象的概念 画作实际的画面 那你要去想 上帝的正义 跟他对人的审判 哪一些人上天堂 哪一些人下地狱 那人对于自己上天堂 或下地狱 那个感受是什么 这个都很抽象 难以思考 那关于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我另外一部影片 就是米开朗基罗 西斯丁教堂 最后的审判 这幅壁画的分析 至于最后的晚餐 为什么难呢 就形式上来讲 是因为 你至少要画十三个人 人物众多 那又不能画的都一样 所以这当然是很费工的 另外就是 基督教的圣礼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洗礼 第二个是圣餐 洗礼是成绩自犹太教的传统 圣餐为什么重要 因为圣餐代表着 耶稣是上帝化身为人的 这个教义 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因为在最后晚餐里面 耶稣预告自己的死亡 那耶稣后来死后复活 证明他是上帝的化身 而在最后的晚餐当中 耶稣与门徒分享 饼跟酒 饼代表耶稣的身体 这是他的肉 酒代表耶稣的血 所以这表示 人类人类分享了上帝的神性 或者是恩典 所以最后晚餐的这个课题 重要而且困难 那困难就是你要揣摩 你自己必须揣摩 你作为一个信徒 面对耶稣说 有人要出卖我 那种感受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 达文系高明之处 就是空间的神秘感 简单来讲 虽然这是最后的晚餐 但如果你就画一个餐厅 有13个人在用餐 这个就 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同样的场合嘛 所以比较平庸的最后晚餐 这种画作 真的就是看起来像是在办保生宴嘛 就是一个老师 然后很多学生坐在那里 那达文系的高明之处 反映在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座位的设置 第二个是空间的这种 虚实不明的感受的塑造 第三个是 透过室内与室外的对比 对应出像是天堂与人间的这种对照 我们现在用其他画家的作品 做一个比较的对象吧 这个是一个荷兰的画家 大概15世纪中期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 他画的 你能说不漂亮吗 精美 漂亮 也很写实 自然 但是看起来就不像是最了不起的作品 对吧 这个画应该在博物馆 但是应该不会是博物馆里面最多人想要去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画的就是一个餐厅 一个聚会 也坐在中间 好像是导神宴 然后大家好像还不敢开始吃 就等老师先用 那旁边还有服务生就问说 请问今天的服务你还满意吗 请你帮我们填一下文件调查 背后还有两个厨师 好像想要知道这个用餐者的反应 就创作技巧而言 这个绘画技巧高的 但是就创作理念来讲 这个理念是平庸的 他这个空间很写实 但是写实的感觉让人觉得现实 现实缺乏神圣感 世俗感太强 那他这个餐桌的座位也很真实 但是真实的结果就是 有一些人你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看达文西的配置 这是一张长桌 然后结果呢 一边完全没坐人 其实这就不是写实的餐桌嘛 耶稣所坐的位置也不是所谓的主位 一般什么西餐用餐礼主位 这个男主人女主人 就是坐在这个长桌的两端 宾客坐在这个中间 就是那个长的部分 那这边这样子的设计 当然就是为了一种戏剧化的张力 第二个就是 虚实不明的空间 你看这个是一个 透过透视法呈现的像是三度空间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这个餐桌 位于整个房间的最前面 然后这个空间的延伸呢 其实角度过大 如果你根据这个房间的这个透视法 你就会发现 他最后就是让你把目光集中在耶稣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餐厅 是吧 看起来像是未完工的房子 都没有什么装饰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因为掉漆了 但很显然 这个空间有一种玄秘的神秘的气氛 左右两边各八个长方形的 看起来像是黑色的门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它上面有一些花纹 又像是挂毯之类的 但你就不知道它是通往哪里 而中间呢 开了一个门 两扇窗 出现外面的光亮 它刚好在耶稣的后面 所以这个外面的光亮 就代表着真相 如果你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房间是洞穴 是现实的人间 是不完美的 而外面那个有太阳 有光亮 才是真相真理所在的世界 另外一个对比呢 就是天花板 你看它天花板是有装饰的 有这个方格 这个方格感觉比较丰富 而两边的墙壁比较朴素 所以这也是一种天上与人间的对比 简单来讲 达文西所设计的这个空间 给人一种超越现实 一种有灵性的感觉吧 好 再来是第二个重点 就是耶稣的形象呈现 在这里我要讲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耶稣的光环 第二个是耶稣的位置 第三个是他的动作 首先先讲一下光环这个问题 在基督教传统 主要是中古时代的基督教 或者你说是天文主教吧 这个传统就是 你是圣徒 圣母 耶稣 基督 那背后都会有光环 光环就代表是神圣性 那这种设计也不是基督教才有啊 全世界各地宗教都是这样 神明背后有一个这样子的光圈 这简单来讲就是人们认为这个不是凡夫俗子 所以要给他一种超越凡人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让他头上发光嘛 那圆 通常是圆形 那就代表圆满 或者有一些像是太阳光 或者是火焰的这种装饰 那在中古的最后晚餐 艺术里面 耶稣当然就有光环 那耶稣的光环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因为要暗示这是耶稣 所以他的光环里面会有十字架 第二呢 在中古时代 最后的晚餐里面的耶稣 比较常见的那一幕呢 是耶稣在向门徒分饼或分肉 这个分享食物 刚才已经说到 就是说代表的是耶稣将神性分享给人 或者是耶稣将恩典给予人 或者是耶稣洗清了人的罪孽 那对于人的得救 信徒想要得救的心思来讲 这个动作当然是有很高的象征意义的 而问题在于这个东西如果化为艺术的画面 那看起来就会觉得不怎么样 因为那就是分食物 你画一个最后晚餐画这么多人 结果就只是画这个主人在分食物 最后呢是耶稣的座位的问题 就是在中古时代的时候 耶稣的座位经常是在正式的主位 大概就是桌子的一侧 而不是像文艺复兴以下 就是比较常把耶稣放到正中间 那所以我们这里看第一章 这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图画嘛 那这里耶稣在中间 然后好像在拿东西给人家吃 那第二章呢也是一个中古的马赛克 这边呢只有耶稣有光圈 那当然代表他的崇高性 然后他坐在这个桌子的主位 然后大家桌上都有饼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就是中古的宗教艺术 就是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很强 例如说以这幅马赛克来讲 就觉得耶稣好像比别人都高了一个头 然后别人都长得很小 那就算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呢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也不一定到文艺复兴以后就改变 因为这主要是创作理念的问题嘛 例如说以这幅来讲 这是这幅画的创作时间 还比达文奇更晚 这是Tintoretto在16世纪末的作品 他的绘画技巧也很好 那不过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耶稣也是有光环 那光环看起来像是那种探照灯一样 然后耶稣也是在拿15分给门徒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达文西 最后的晚餐这个情节 主要几乎在马太福音嘛 他主要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耶稣说 其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那门徒都很紧张 然后犹大表示了一些什么 后来耶稣就把饼跟酒分给大家 所以你的画面要选择呈现哪一幕呢 达文西选择的不是 这个吃东西这一幕 而是选择耶稣讲出 你们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以后 好像一瞬间 用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 门徒心头戈登一下 整个餐厅都炸开了锅 让我们来看一下达文西的耶稣 第一 没有中古时代那种圆圆光环 我们想一下 那个文艺复兴的艺术是自然主义 是写实主义 如果在这样自然写实的画面当中 出现了那种光环 其实看起来是很奇怪的 好像是用Photoshop还是用什么幕后特效加上来的一种制作 感觉其实蛮古怪的 甚至会给人一种类似宗教迷信的感觉 所以达文西的设计呢 就是让耶稣背后的门 门背后的那个光亮以及风景代表着耶稣的神格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门两扇窗 这有三个嘛 那如果我们牵墙附会的话 就说这在暗示三位体嘛 那其实在这个门的上方 有一个小小的类似拱门状的装饰 但是在画面看不太清楚啊 这个东西 这个半圆形 其实也可以象征着光圈 那第二个是耶稣的位置嘛 达文西把耶稣放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 而且他跟门徒全部都坐在同一侧 那坐在中央当然他是主角 其实坐在同一侧有一个精神上的意义 就是说天人不是两格 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 那这个时候他跟门徒一样 都是人都处在人间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的动作 他右手好像微微抬起 左手往上翻 似乎在暗示着些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这个穿着附灰 说里面有什么密码 我们固执着说他没有拜笔 意思就是说他至少没有在这个切饼 还是在倒酒 这样子的手势设计 其实就类似这个空间一样 会给人一种空灵感 神秘感 有一种象征性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幅作品 我觉得这幅作品其实是有一点想要调和 或者他想要踩着达文西的长处以及传统 结合在一起 但是效果呢 我是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虽然这个画也是画得蛮漂亮的 这个画家 你看他画的是耶稣 右手拿着饼 好像在分饼 这是传统 同时呢 左手抱着胸口 然后你看一下门徒的这个反应 所以他好像是一边在分饼吃的同时 跟大家说 你们有人要出卖我 那大家怎么会有心情吃饼呢 第二 他还是给了耶稣光圈 但是他又让耶稣背后也是一个拱门 外面有风景 那你在画面里面看不太清楚光圈 因为那个光圈在外面那个风景之下 反而看不清楚了 所以你乍看之下 好像一开始还会误以为 怎么门徒都有光圈 耶稣却没有光圈呢 所以呢 这就反映了一个道理 就是在艺术上想要走折中路线 这个中庸之道 这不是大师的水准啦 第三个重点 就是对于人物的心思 门徒心绪的刻画 在福音书里面记载 耶稣向众人宣告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你知不知道门徒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每一个人都问耶稣说 主啊 是我吗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或许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看了也觉得很奇怪 就 为什么奇怪呢 就你有没有出卖耶稣 你心里最清楚 你干嘛问耶稣 你没卖就没卖 你为什么要问耶稣 说啊 是我吗 圣经福音书的这种安排 其实是在暗示 耶稣是上帝的 因为耶稣是在 好像宣告一个上帝的计划 就是自己要被害死 有一个人要出卖他 所以对于门徒来讲 这好像是有一个人 要被上帝设计去出卖耶稣 所以有可能是任何人啊 那既然耶稣的牺牲是必要的 那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不应该阻止 不可能阻止 所以就很担心会不会是自己 那就在这个时刻 门徒的心思是很复杂的 他们一方面你可以说 信仰耶稣 爱耶稣 不希望耶稣死 但同时 这好像就是上帝在人间的计划 耶稣必须死 门徒听到这句话 他不能反对 他也不能阻止 他也不能表示支持 十二个门徒听到这句话 大家心情都非常复杂 你要怎么样刻画 这种复杂的心情呢 那么达文西的高明之处就在此 他把这个东西称之为 人的灵魂异象的探索 当信徒面对 耶稣这样子的宣告 门徒一方面觉得 自己绝对不可能出卖耶稣 但是人又有他的原罪 有他的缺陷 你敢说自己绝对不可能这么做吗 耶稣的用意令人费解 上帝的考验令人害怕 在这种复杂的心境之下 这十二个人的心情如何 我在这里提供一种参考 你可以说他们或困惑 或悲伤 或恐惧 或愤怒 或茫然 或遗差 或不忍 或紧张 或急躁 或矛盾 或好奇 或压抑 你看看这个 刚才看到的中国的马赛客 你看这里面 十二根本土 这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好像也不高兴 但是也不能很难过 为什么 这个刚才解释过了 信徒面对 耶稣这样子的宣告 他如果表示高兴 那不是表示 他乐意耶稣死吗 他如果表示 很不能接受 他不是在反对 上帝的计划吗 所以搞到最后 这个中古的图像里面的圣图 好像很麻木 好像很冷漠 那你不如说 这个创作者觉得 这样也不是 那样也不是 那最后就只能这样了 那再看看Tintoretto这个 这里面的门徒 似乎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但是 其实他的安排 有一些杂乱 那种感觉好像是 这个 开饭已经一阵子了 所以学生就各聊各的去了 你 你虽然觉得这个动作是丰富的 但是却觉得是好像没有重心的 那让我们看看 大文西 这当然 这里面十二个门徒 经过学者研究 也都可以知道他们谁是谁 而这些表情或手势也跟他们的个性有一些关系 但我在这里没有讲到那么细 毕竟这是一个艺术 这是画面 从外表来看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情绪不同 这个当然就是视觉艺术本身所有的限制 但是情绪背后反映的是心思嘛 大文西把这些门徒分成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然后三个人之间有一种对应性 这就让这整个画面 丰富 但不至于杂乱 有一种 对称 平衡 但是又具有活力 动感 姑且就这么说吧 最后 第四个重点 就来到我们最后的晚餐的第二个主角 或者你要说大反派也可以 那就是犹大 根据福音书说呢 犹大本来是耶稣的弟子 后来他出卖了耶稣 得到了三十枚银币 在最后的晚餐期间 当耶稣宣告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的时候 犹大也问了耶稣 说是我吗 耶稣的回答很奇怪 而且不好翻译 耶稣大概是说 你已经说了 很奇怪的事情就在于 如果犹大发现 耶稣已经知道是他要出卖自己 那犹大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耶稣的这个回答 好像是在默许 或者承认犹大的这个行为 所以啊 其实犹大在基督教里面的定位或评价 在早期的教会 甚至早期一些没有被纳入圣经的福音书里面 可以看见 他们是把犹大当成圣徒的 因为他们认为 这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犹大如果不出卖耶稣 耶稣就不会定死 耶稣如果不定死 他怎么为人赎罪 而且他如果不定死 他怎么死后复活呢 所以犹大等于是上帝的一枚棋子 而且这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他当然有他特殊的天命角色吧 不过在正统的教会当中 犹大当然越来越是一个反面教材 是一个叛道者 是一个人人要加以谴责的过节老鼠 所以在正统的基督教艺术里面 最后晚餐当中的犹大 当然就是一个很明显你可以认出来 是一个罪恶的被排挤的角色 那么达文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似乎不是这么看待犹大的 在大多数的最后的晚餐艺术里面 犹大是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角色 我们举这张De Juanes的画作为例吧 你看谁是犹大 就是那个头上没光圈的啊 就是那个被排挤到桌子一边的啊 除此之外呢 在传统的造型上 他们会画犹大呢 手可能摸着肚兜 或者手上拿着一个袋子 那这个就象征着犹大 因为出卖耶稣带的三十枚银币 那你看这个De Juanes 把这个袋子画得沉甸甸的 这就是在谴责 就是说你出卖耶稣就是为了钱 你出卖耶稣就是为了钱 这样就把犹大讲得特别坏了 犹大很好辨认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离耶稣最远的地方 或者是在耶稣的对面 例如说如果是中古时代的艺术作品 耶稣如果是坐在最左边 那犹大通常就是最右边的那一个 这种设计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天堂最远嘛 让我们来看看这幅Castagno15世纪中期的作品 在这里呢 很奇怪 就是说如果你远远看这幅作品的话 你好像会以为坐在桌子一侧中间的那个人是耶稣 结果你仔细一看 你发现那个人是犹大 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误会啊 这个画家也是有点意思 他的犹大呢 在耶稣的右边 而且还挡住耶稣三分之一的身体 所以这一方面是在谴责犹大 就是说我们这一侧是天国 你给我滚 所以他在桌子另外一边 但是他又把犹大跟耶稣画得这么的亲近 而且这个犹大也还是在耶稣的右手边 你要知道在基督教里面 这个上帝的右手是尊贵的一方 在最后的审判画作里面 上帝的右手通常是得救的一方 所以这个画家的设计似乎暗示着 他对犹大也有一种特殊的同情 让我们回到达文西 这幅图呢是达文西的笔记手稿 你可以看到他在他的这个笔记手稿里面呢 也画了最后晚餐的草稿 在这里 那个坐在桌子另外一侧的那个人 就是犹大 这表示说达文西当然很清楚 传统的艺术是什么 或者是别人是什么 甚至你可以说他也曾经考虑过 让犹大在桌子另外一边 跟大家这个进行隔离 可是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达文西最后晚餐里面 犹大在哪里 简单地讲 如果你不是天赋异禀 如果你不是听过达欧兰 你不是上过课 你基本上不知道犹大在哪里 达文西的这个设计 其实就暗示着 他对犹大有一种同情或是谅解 好像暗示说凡人都是一样啊 人有善性 人也有恶性 如果你把犹大特别抓出来谴责 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行为 那么犹大究竟在哪里呢 他是在耶稣右手边的第二个人 但是是第三颗头 达文西最主要的设计 就是让犹大脸上无光 暗示他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 而你如果跟其他十一个门徒比起来 犹大好像比较低 比较矮 稍微低一点 达文西设计的这个犹大的姿势 是往后请 似乎暗示着他有所心虚 他的右手似乎揣着一个东西 那可能是钱袋吧 但是就达文西没有把他画那么大 好像说你就是为了钱 这只是一个象征 同时很奇怪的事情是 犹大的左手伸出去 好像要跟耶稣抓同一个东西 这个动作在圣经里面有个典故 就是耶稣说要出卖我的那个人 是跟我同样把手粘在盘子里的人 可能有这个典故 但是实际上把他画作画面的时候 好像在暗示 但是耶稣确实对犹大有一种特殊的安排 或者特殊的认知 同时 你看 达文西是把犹大安排在耶稣的右边 而且他跟耶稣的距离很近 他是耶稣右手边的第二个人 虽然他是第三颗头 中间插进来的这个头 就是圣彼得 传说中的第一任罗马教宗 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 犹大出卖了耶稣以后怎么了呢 他后悔了 他把钱拿去还给抓捕耶稣的人 人家不理他 他后来自杀了 他说自己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你说 犹大坏吗 他真的坏的话 他为什么又要后悔 他为什么又要自杀 所以呢 同情犹大的人可能是认为 犹大也有良心 犹大也有他的挣扎 也有可能是认为 所谓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不用特别归咎犹大 不管怎么样 达文西的这种设计 在当时都算是一种突破传统 或冲破传统的发明 好 我们终于把这四大重点讲完了 神秘的空间 耶稣的形象 人物的心思 以及犹大的定位 最后简单做一个结论 达文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节之一 也就是拉斐尔 米卡朗基罗 达文西 三个人里面 达文西年纪是最大的 再来是米卡朗基罗 再来是拉斐尔 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精神是人文主义 也就是脱离中古时代这种天高人卑 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 而转变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而他的创造物之中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人是人间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这种带有世俗性 人本立场的世界观 一般人在文艺复兴三节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达文西 因为达文西不只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说是一个通才 也精通科学各方面 就是人文科学皆有涉猎 而且他在创作宗教艺术的时候 比较不教条化 却又能够造就一种神奇的灵感 神秘的气氛 会让观者感觉一种自由解放活力 相对来说 大家对米卡朗基罗比较无法热爱 而只能感到赞叹 但是因为米卡朗基罗那种高度浓厚的宗教热情 或宗教情怀 其实会让多数人感觉到有一些压力 对比之下 达文西给人的感觉就是上天入地 逍遥自在 能够突破传统 延续传统 却又不受到传统的束缚 达文西的人文人本精神 让他的最后晚餐 不会表现成教条化的宗教图像 反而对于僵化的宗教信仰 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得说一下 这个作用可能不是达文西的本意 而是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 本来就没有那么虔诚 没有 杀鱼言我讲完了 你觉得刚才我讲有什么问题吗 你讲很好啊 只是那个 卡斯塔克诺 你应该念卡斯塔尼哦 尼哦 就是 GNO应该要讲完了 嗯 不过意大利文 饭 伤筷 也是 订一 收拾